是他第一个记录下这些珍贵的历史影像 一个美国人为何会把自己13年的青春年华留这个红星照耀的国度 这个他原本只打算待六个星期的上海却留住了他 他向往那个陕北的革命圣地 他突破国民党军重重封锁奔赴延安 他要用亲眼所见告诉全世界一个中国红色的传奇 档案马上揭秘美国人斯诺的红色故事 这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美国纽约的一间小公寓 此时的太阳已经挂得老高了 可是床上的这位年轻人却怎么也不想起床 很明显他要迟到了 像这样的情况对于他来说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 有哪个老板愿意雇佣这样的员工呢 可是没有人想到不久以后 这个年轻人却吵了自己老板的鱿鱼 飘洋过海来到了中国 成为一段苦难与辉煌历史的报道者 一本金氏畅销书的作者 更成为了一个架起中美两个世界大国 友谊桥梁的使者 他的命运为什么会发生如此巨变 这个躺在床上的年轻人又是谁呢 他就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埃德加斯诺 美国新闻记者 斯诺23岁就来到了中国 一待就是13年 究竟是什么原因 让这位美国记者选择了将自己的大半生 与中国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呢 让我们先来看一看 斯诺来中国之前 他在做什么 20年 斯诺结束了自己的学生生活 决定出去闯世界 他选择的第一站 是当时美国青年的梦想之地 纽约 来到纽约后 他很快在华尔街的一家 广告公司找到工作 许多大公司对他的创意都有兴趣 但是 在华尔街工作一年之后 斯诺却并没有得到 他认为顺理成章的晋升 他老板给出的理由是 他经常迟到 于是 从小就喜欢冒险的斯诺 依然辞了工作 开始他的远洋旅行 1928年7月 斯诺来到中国 他中国之旅的第一站是上海 当时的上海号称东方巴黎 是亚洲最大的城市 但是 他并没有准备在这里久留 在他后来的自传中说 他原本只准备在中国停留六个星期 然后就去东南亚和欧洲 这样来年五月就可以回美国了 之前 斯诺对自己为了打算 是到世界各地去历险 然后回到美国 三十岁之前再发一笔财 之后 他就可以悠闲地从事 自己所喜欢的研究和写作 自在地度过他的下半生 然而 这个他原本只打算待六个星期的上海 却留住了他 此后 斯诺在中国一待 就是十三年 那么 究竟是什么原因 留住了这个美国年轻人呢 斯诺来到上海后 在上海的密勒式评论报 当立民记者兼助理广告经理 月薪一百八十美元 而正是这一百八十美元 暂时留住了斯诺 每月一百八十美元的收入 在上世纪二十年代的上海 可以说相当丰厚 随便打一辆车去上海任何地方 只需要三十美分 在一个像样的西餐 吃顿饭 不超过四十美分 并且当时中国人工低廉 几乎任何一个 在上海工作的白人 都能雇得起一大群庸人 伺候自己 这样的生活 斯诺无论在美国 还是离开美国漂泊的日子里 都没有享受过 于是他决定 在上海多待些日子 然而 他在上海看到了 隐藏在外滩光线外表下 中国人民过着 备受歧视的屈辱生活 他被深深触动了 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 他开始奔走报道中国的真实情况 1932年1月 日本军方以几个日本僧人 在上海的中国管理区被杀为借口 无理要求南京政府撤出 驻守上海的19陆军 而此次19陆军接到南京政府命令后拒绝执行 1月28日 在蒋光奈何蔡廷凯将军的指挥下 19陆军与侵入闸北的日本海军部战队展开了激战 斯诺听到枪炮声后 立即冲出家门准备报道事件 当天晚上他就把报道发了出去 兴奋地冲着窗外大喊 中国军队终于反击他 此后斯诺对松户会战做了一个多月的跟踪报道 美国许多主流大报都对他的新闻和特性做了连续报道 斯诺冒着生命危险在上海战场报道时 他的妻子海伦福斯特一直在身后支持着他 松户会战结束后 斯诺预料到日军的下一个目标可能是华北 为了得到一手资料 他与海伦离开上海迁居北平 北平与斯诺之前生活的上海有很大区别 千年帝都的北平保持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氛围 这些都吸引着斯诺 来到北平后 斯诺接受了燕京大学的聘任 在燕京大学新闻学院做讲师 讲授新闻特写课 斯诺对他的同学们说 我不是来讲课的 我来是学习的 这里有很多值得他学习的东西 他磕磕绊绊地用汉语说 中国真正是我的第二故乡 然而此时华北局势骤然紧张 1935年6月 国民政府与日军签署了丧权辱国的和美协定 中国在河北查哈尔的主权大部分丧失 随着华北局势越来越严峻 1935年11月18日 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 组织学生成立北平大中学校抗日救国联合会 准备举行一场示威游行 而关于游行的许多策划活动 都是学生们在斯诺家中完成的 学生在斯诺家中热烈讨论之后 联合会决定打游行定在1935年12月9日 游行时间和路线确定之后 学生们第一时间就通知了斯诺夫妇 斯诺还通知了他在北京的许多西方媒体记者和朋友 为了真实地记录下这一历史性事件 斯诺还借了一台摄影机 129运动当天 斯诺走在游行队伍中 并记录下来了当时真实的历史影像 现在您看到的影像 大都是埃德加斯诺 在129当天拍摄中 这一天 北平数千名大中学生走上街头 高呼着停止内战 一致对半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反对华为资质的口号 向市中心进发 而得到消息的当局 立即派出了大批军警 残酷镇压牛行的学生 当天 有三十多名学生被捕 数百人受伤 斯诺和他的记者朋友 以最快的速度向海外发稿 第二天 欧美各国报刊就刊发了 关于129运动的报道和照片 许多中国的报纸 也冲破当局禁令 报道这次爱国运动 129运动一周之后 中国共产党领导 北平大中学生 举行了一次 更大规模的游行 斯诺像一周前一样 背上照相机和摄影机 准备记录和报道 这次游行 然而 这一次 预先得知消息的 北平军警 关闭了北平所有的城门 把从郊外来的 严谨大学和清华大学的 游行队 关在了宣武门外 此时 在城内的斯诺 正焦急万分地 注视着事态的发展 忽然 他发现城门下缝隙里 钻进来一个 瘦弱的女学生 这个女学生 跑到城门处 想打开城门 结果 被一拥而上的军警 抓了起来 押回警察局 这张照片 很多人看了 都不会觉得陌生 它拍摄于 129运动的当天 1935年 12月21日的 大众生活 第一卷 第六期 就用这张照片 做了封面 在照片的右下角 配有 大众起来的口号 这张照片 当时随着杂志 对129运动的报道 迅速地传遍了 大江南北 这位手持话筒 大声疾呼的女学生 正是那天 思诺看见 被警察抓走的女孩 陆璀 陆璀 当时是清华大学的 大四学生 也是清华学生 救国委员会委员 129运动 那天的群众集会上 她站上示威台 大声演讲 12月16日 组织参与了 第二次规模更大的游行示威 就在这一天 她被捕了 来到了警察局 警察命令陆璀 站在了靠窗的墙角 陆璀趁警察不注意 悄悄地蹭掉了 一小块窗上的薄冰 她想看一看外面的情况 而此时 一直在关注着她的思诺 也趁警察不备 悄悄地溜到了 警察局的屋檐下 我们来听一听陆璀 对当时情景的回忆录音 当我从那个地方看的时候 就看见外面也有一只眼睛 在望里看 然后我看见一个西方人的 很和蔼的笑脸 就窗户上 嘟嘟嘟三声响 有一个人很和气地问 我可以进来吗 那我当然很和孤心 我想我可以通过这个人 跟同学联系了 所以我就真的到来 请进来吧 当时外面的形势很混乱 警察都在慌慌张张地 进进出出 根本没有人注意到 就在屋子的墙角处 一位美国记者 已经对女学生 开始了一场意义重大的采访 她说你们当时我们 你们上街游行的目的是什么 我说我们不愿意走王国楼 我们要唤起人民 反抗日本的侵略 那么这个师傅说 但是你们是守无秤铁的学生 你们已经受到了镇压 你相信你们能达到目的吗 我说我们相信人民大众 只要我们能够把人民大众 唤醒起来 中国就不会亡 斯诺当天就以 中国的圣女贞德被捕了为题 向海外媒体发稿 贞德是15世纪 法国民族女英雄 斯诺把陆璀比作了贞德 她的报道 让全世界都看到了中国的黑暗 也让全世界都看到了中国学生的勇气和力量 从而呼吁国际社会支持中国的学生运动 在广大学生和市民的压力下 陆璀当天晚上就被释放了 随后她被中共地下党组织送到了斯诺夫妇的家中保护前 后来斯诺的家中陆陆续续又住过很多被军警追捕的学生 斯诺夫妇为他们提供食宿 直到有机会将他们安全地送出北平 斯诺在密苏里新闻学院受到的教育是 新闻记者不要介入事件的本身 然而在129运动当中 斯诺夫妇完全介入了事件之中 他们俩坚定地支持了这场学生运动 斯诺在参与129运动过程中 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人民的感召力 对此他十分钦佩 他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 就是去采访红军 但是在红军的防区外 是国民党政府军的重重风水 作为一名美国记者 他应该怎么突破这些障碍 他想到了远在上海的宋庆龄 1936年春天 斯诺悄然来到上海拜访宋庆龄 宋庆龄让斯诺先去西安 说那里会有人接应他 并把自己的半张名片 作为街头暗号交给斯诺 回到北平之后 斯诺开始为了他的红色之旅收拾行李 收拾行李的时候 他突然觉得自己不太舒服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这些东西 这些是斯诺当时在北京找到的几乎所有的疫苗 这些疫苗有预防天花的 伤寒的 祸乱的 颁枕伤寒的 还有鼠疫的等等 他是想用来干什么呢 因为斯诺知道 宋庆龄为他安排的第一站是去西安 他听说当时的西北地区流行病非常严重 于是他就把这些搜罗来的疫苗在自己的臀部和腿部上一通狂打 直到打得自己感到一阵悬晕和恶心 除了这些准备 还有两样东西是必须带上的 一台 照相机 还有一台16毫米的摄影机 这台摄影机是他临行前从朋友那儿借来的 有了这两个东西 斯诺就可以让外界直观的看到红军了 当然还有胶卷 他一共带了24卷胶卷 除了这些 还有他每天都离不开的咖啡和香烟 连通衣服和细软 还有那80个沉甸甸的问题一起打包 随后 斯诺雄心勃勃的背起行囊 启程了 斯诺的红色之旅 还有一名重要的旅伴 美国人马海德 原名乔治海德 李斯诺小五岁 是名医学博士 当时中央红军希望能邀请一位 医术高超的西医去陕北工作 宋庆龄找到马海德 这两个美国人在郑州火车站会合了 一同前往西安 此时在西安 中共中央也在做着周密安排 他们选择的求助对象 却恰恰是当时包围红军的东北军统帅张学良 1935年秋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 蒋介石命令张学良围剿红军 而渴望抗热的张学良 从1935年底开始和红军接触 到1936年斯诺前往陕北时 东北军已经和红军实现了秘密停火 而中共中央详请张学良用他的专机 将斯诺和马海德从西安直接送到陕北 中共中央派了一名中共地下党员秘密拜访了张学良 就是这位 董建武 上海人 英文流利 早年中共中央还在上海的时候 他曾经就是周恩来亲自领导的情报部门 中央特科的成员 当时化名为王牧师 那么张学良会答应帮这个忙吗 我们找到了董建武儿子的采访 来听听当时张学良的反应 张学良就笑笑跟他说不行 我父亲说 咦 怎么不行 他说开飞机的人是美国人 你现在要送的人也是美国人 我这个驾驶飞机的驾驶员 是亲美亲国民党的 你这个上来了以后 他们美国人一讲话 那万一他们一笑得这个秘密的话 那可不得了啊 那么就怎么办呢 他说办法是有飞机本身 就用军车 就这样 董建武和张学良商定 送两个美国人走陆路进陕北 军车由张学良来安排 西安这边安排好之后 斯诺和马海德也到了 他们通过宋庆龄的两个半张名片 顺利地接上了头 董建武用东北军的小轿车 把他们送到西安北郊的汉代宫殿地基 魏阳宫遗址 从这里 董建武与他们分别 并让他们换成了东北军的卡车 一天一夜之后 卡车到达了当时 仍由东北军驻房的延安城 接着他们被送到延安城以西 东北军房区的边缘 接下来他们要去的是保安 但是护送他们的东北军军官说 只能送到这儿了 从这里开始会为他们安排一个新的向导 他是谁呢 就是这位 小毛驴 这是唱的哪一出呢 原来啊 在延安和保安之间有一段路 属于东北军和红军之间的缓冲区 是个三不管地带 这边没人送 那边也没人接 而这位东北军军官告诉斯诺和马海德 没关系 跟着他走就行 他认的路 到了保安之后就有人接应了 没办法 斯诺和马海德 只能忐忑不安地跟着这位向导上路了 他们要通过的这个缓冲区域 就是安塞古镇 当年这里是土匪和民团出没的地方 民团是由地方豪身招兵买马拉起来的 最常干的就是打架结射 如果斯诺他们俩万一碰上民团 他们身上带着的摄影机和照相机 就足够让民团建材起义 要了他们的命 于是斯诺和马海德决定加紧赶路 尽快通过这片是非地 一天后他们看到一条小河 之前内心的紧张加上炎炎熟热 已经让两人疲惫不堪 此时两人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兴奋地脱下外衣 一头扎进河里 下面的经历很有意思 我们找到了马海德妻子的回忆录音 一起来听一下 洗了半天以后 抬头一看 有那么好几只红颜枪对着他们 他们一看 这怎么一回事 斯诺是很聪明的 他一想 这一定是儿童团 那些娃娃呢 就叫他们上来上来 斯诺会中国话 他说那你们吧 他们还夹着他们的衣服 那些孩子抱着他们衣服 斯诺说 你把裤衩还给我扔下来 原来 斯诺和马海德这两个人 已经到达了安塞古镇的苏区 他们碰见了儿童团 娃娃们把这两个人当成了白匪 关了起来 压进了一个叫白家平的小山村 正在斯诺和马海德 忐忑不安的时候 一阵马蹄声传来 接着 进来一个儒雅的军官 与斯诺打招呼 这正是接应斯诺的人 周恩来 斯诺记录下了 这段珍贵的画面 周恩来开门见山地对斯诺说 我接到报告 说你是一个可靠的新闻记者 对中国人民是友好的 并且说可以信任你 会如实报道 这一切就足够了 你不是共产主义者 这对于我们是没有关系 你见到什么都可以报道 我们会给你一切方便 来考察苏区 斯诺后来回忆说 此前他已经做好了 自己的行动 会受到限制的思想准备 周恩来的话 让他听了以后大吃一惊 他想如果真能做到这样 那就太理想了 后来事实也证明 周恩来和共产党人 完全兑现了自己的承诺 周恩来为斯诺安排的第一站 就是保安镇 那里是当时中共中央的所在地 而斯诺此行 最迫切想见到的人 毛泽东就在保安镇 1935年7月13日 斯诺和马海德 跟随着红军的一支通讯队上路了 三天之后 他们顺利地到达了保安 见到了外界传门中的赤废头子 毛泽东 此时的毛泽东 他的正式职务是 中华人民苏埃共和国主席 斯诺和马海德 在到达保安的当天晚上 毛泽东就去拜会了他们 斯诺在《西行漫迹》里 是这样描述他眼中的毛泽东的 毛泽东面容销售 是一个看上去很像林肯的人物 他留着一头浓密的黑发 双眼炯炯有神 鼻梁很高 看上去是一副知识分子的面孔 在随后的日子里 斯诺换上了一身红军军装 他经常与毛泽东彻夜长谈 当时在毛泽东居住的窑洞里 经常是西灯号吹过之后 毛泽东仍然和斯诺 在聊着各种各样的问题 当时毛泽东就住在 类似这样的窑洞里 屋里只有简单的陈设 窑洞虽然简陋 但却非常干净 在这个屋子里头 最珍贵的就是他的 这两大箱子书 毛泽东的床 也是从掩体里凿出来的 他经常交叉着腿坐在床上 抽着前门牌香烟 向斯诺和马海德 不停地讲述共产主义 在中国的发展历程 以及红军是怎样诞生 并且壮大起来的 还有中国共产党 现在正在遵循的停止内战 一致抗日的政治主张 这些个彻夜长谈 解答了斯诺此前 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许多个疑问 但是这些天以来 毛泽东似乎不愿意谈及 个人的故事 但是斯诺却非常想了解 这位传奇人物个人的经历 那么该怎么让他开口呢 斯诺想到了一招 激将法 斯诺就对毛泽东说 外面的新闻界 说红军包括你 都是一帮土匪 青面獠牙 共产又共妻 说单是你就有三个老婆 然后他又趁机 问了很多的问题 毛泽东起初也不说话 而且斯诺问的这些问题 也不是一两句话就能回答的 毛泽东想了想之后说 那还是这样吧 我先把我的经历跟你说一说 于是毛泽东第一次向外人 讲述了自己的经历 后来西方许多研究斯诺的专家 都认为 就是在这次交流中 毛泽东和斯诺 拉近了心理距离 两个人可以说是一见如故 陕北的秋季天高气爽 有一次斯诺和毛泽东走出了摇洞 斯诺见毛泽东的精神不错 就提议要给他拍个照 毛泽东欣然阴云 在摇洞前 斯诺选择好了一个拍摄角度 毛泽东整了整衣领摆好了姿势 斯诺发现毛泽东没有戴帽子 他想如果戴上一顶军帽才更像红军领袖 于是提出让毛泽东戴上军帽 但是毛泽东说我不喜欢戴帽子 军帽好久也没戴 也不知道放到哪去了 旁边的几位战士便把自己的军帽 递给了毛泽东 但是试了两三顶都显太小 在这时斯诺就把自己头上的那顶新的军帽 让毛泽东试一试 诶 这一顶却恰好合适 随后斯诺摁下了快门 这张毛泽东头戴八角帽五角星的形象被永久的凝固下来了 可以看得出来帽子和衣服的颜色还是不一样的 毛泽东本人非常喜欢这张照片 这个历史性的一刻 于当年11月14日 被首次在上海的密勒式评论报上登出 从而流传于海内外 新中国成立后 这张原始的黑白照片又经过不断修版 成了一幅标准照 引发全中国并传播到全世界 据美国专家估计 这张照片是世界摄影史上 印数最多的一张肖像照 在陕北 斯诺看到了红军与老百姓的关系非常融洽 这是他来中国整整八年以来从没有见过的 在这里老百姓都称红军为我们的红军 除此之外 在陕北采访的日子里 斯诺了解到了共产党怎样穿衣 怎样吃饭 怎样娱乐 怎样恋爱 他们的婚姻法是怎样的 他们的领导人是什么样的 他们都是土匪吗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政治和军事前景 究竟怎样 一旦成功 对日本意味着什么 在世界历史上会引起什么变化等等 他来陕北时带着的八十多个问题 他基本都得到了答案 在采访时斯诺从上至毛泽东下至普通战士的叙述中 无数次听到了长征 他感觉到这是一次前无古人的壮举 于是在他后来的书中专门用了一章来讲述长征 很多史学家都认为 仅凭第一个向世界报道红军长征这一新闻业绩 艾德加斯诺便足以挤身于世界史上最优秀记者的行列 1936年10月底 斯诺在苏区已经进行了整整四五月的访问 他决定立即回北平撰写报道 回到北平后 他用半年多时间写出了红星照耀中国 此时国共双方经过西安事变 已经形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 在红星照耀中国完稿的同一个月 七七事变爆发 日本侵略者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 国际社会都在关注着东方 美国兰顿公司在1938年1月出版该书 兰顿公司在该书的封面写下 此书会告诉你为什么日本不可能取胜 因为作者是美国人 美国人对这本书更加认同 罗斯福总统通读了全书之后 把他推荐给许多朋友 在以后的几年中 这本书被译成了六种文字 在全世界出版 红星照耀中国在美国发行过 1938年4月在中国面世 为了不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注意 红星照耀中国的中文版本 改名西行万纪 在民族威王的紧急关头 西行万纪在中国迅速深入人心 他所描述出的中国共产党和红军 给大后方和沦陷区的许多中国人 带来了新的希望 许许多多爱国青年 看了这本书之后 义无反顾地奔赴了省北 我身后的这张照片 就是中国著名的漫画家 华君武先生年轻时候的照片 他就是当时的 众多的热血青年中的议员 这个书一看了以后 自己忽然大致已经 觉得天下有这么好的地方 写的官兵平等 军民平等 在社会上我们看见 国民党的兵我们是害怕的 那么看到这本书以后 就想到他很多地方 跟国民党对比起来了 完全不是一回事 觉得像是 真是可以讲是个新天地 华君武辞掉了 他在上海银行的工作 辗转香港 广州 重庆和西安 用了整整三个月的时间 最终抵达了延安 从此也改变了他的一生 然而那本改变了 他的命运的书的作者 几年之后 却不得不离开了中国 1941年1月6日 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的支队 9000多人 在湾南京县茂林 遭到国民党军 8万多人的伏击 新四军奋战七重业 弹尽粮绝 最后仅2000人突围出去 其余大部分被俘或者牺牲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 湾南事变 新四军遭到同胞屠杀 令斯诺十分疼心 他在驻罚的外国记者中 第一个报道了 湾南事变的真相 消息迅速在西方国家 引起了巨大震动 美英等国的外交使节 都要求蒋介石 做出解释 惊慌失措的国民党政府 对事变本身百般辩解 而在此事件之后 他们吊销了斯诺在中国的记者证 被吊销记者证这一年 斯诺36岁 从他23岁时来到中国 只打算停留六个星期 到现在他已经在中国 度过了他13年的青春岁月 此时的斯诺已感觉疲惫了 而刚好纽约先驱论坛报 给了他一个去东南亚采访的人 于是他与海伦离开中国 在完成中南亚的采访任务后 回到了他的故乡 回到美国之后的斯诺 一直以不同的方式 关注着中国 1950年 麦卡锡主义泛滥美国 支持过中国的斯诺 受到了长期迫害 1959年 斯诺不得已举家迁居到瑞士 从美国到瑞士 斯诺一直惦念着他的第二故乡 中国 然而 自1950年开始 由于中美关系紧张 美国政府以吊销护照作为威胁 禁止所有美国记者去中国 遣局瑞士后 斯诺提出 以作家身份访问中国 使华盛顿不计可施 1960年春天 斯诺正式获得了 前往中国的签证 这次访问离开之后 斯诺利用每一次回美国的短暂机会 亲自向美国社会介绍他所看到的新中国 力图弥合中美之间业意存在的鸿沟 离开中国20年之后 斯诺终于回到了他心中的第二故乡 在之后的12年中 他前后三次访问了中国 在1964年第二次访问中国时 斯诺在人民大会堂采访了周恩来 下面就是当时珍贵的采访记录影像 优优优独播剧影像 好啊 您不是要问点问题吗 我希望我们可以通过一些 是 好 请 现在 维米周 我找到这种压的调整 为了更好的 对于中国的境界 和那些境界我看过来在1960 我问一下 如果我会正确定 在中国的经济层 斯诺的采访问题涉及中国的内政外交 特别是非常敏感的台湾问题 周恩来都坦率地做了回答 而一个小时的预定采访时间还远不够用 我希望你非常感谢这次访问 再见 拜拜 晚安 谢谢 1970年斯诺第三次访问中国 这一次10月1日国庆节 毛泽东邀请斯诺夫妻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观礼 国庆观礼后 毛泽东与斯诺进行了长达五个小时的谈话 毛泽东说 我们欢迎尼克松作为旅游者或是美国总统到中国来访问 我本人愿意和他谈中美关系 这些话斯诺已等待了二十多年 1971年7月9日 中美两国政府同时宣布 尼克松总统将于1972年5月前访问中国 一时间美国许多主流媒体争相聘用斯诺作为报道尼克松访华的 特约记者 他们都相信斯诺是中方完全信任的美国记者 他完全可以拿到中美峰会的第一手材料 甚至亲身参与一些最重要的会谈 一时间美国很多主流媒体都争相聘用斯诺作为报道尼克松访华的特约记者 他们都相信斯诺是中方完全信任的美国记者 他甚至可以拿到中美峰会的第一手材料 可以参与一些重要的会谈 当然斯诺确实最有资格采访和记录尼克松的这次中国之行 但是这一次他却缺席了 斯诺被确诊为一线癌 而且已经转移到了肝脏部分 他的身体越来越虚弱 根本下不了床 得到此消息之后 马海德和已经担任新中国驻联合国代表的黄华 代表中国政府去看望他 昏昏沉沉的斯诺看到老朋友来了 还不忘幽默 他强大起心神 高兴地握着他们的手说 三个赤匪又在一起了 说完这句话之后 他便再也不能讲话了 1972年2月15日凌晨 斯诺在昏迷中离开了人世 享年67岁 就在斯诺逝世72个小时后 尼克松总统乘坐的空间一号专机 从华盛顿起飞 开始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破冰之旅 跟随尼克松访华的记者团有72人 但中方没有允许任何一个记者 采访毛泽东或者见证毛泽东与尼克松的会谈 许多记者感慨地说 斯诺缺席是尼克松访华中最大的历史遗憾 根据斯诺生前的愿望 他的骨灰被分成了两部分 一部分埋在美国 一部分被带回了中国 至今仍安放在他工作过的 北京大学魏宁湖畔 北京大学魏宁湖畔 北京一个神秘的德国人走进了中央宿区 他是什么来头又是什么样的身份 为何毛泽东一次又一次的前往他的住处看望 而此时的李德也号称是军事顾问 发生了什么让毛泽东在长征的最后一刻 才接到随队伍撤离的通知 一个德国人的中国之行演绎出了什么样的历史大戏 档案揭秘一个德国人的中国往事 感谢观看 谢谢大家